利未记 第二十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对以色列人说 任何以色列人 或是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外人 把自己的儿子献给摩洛 必要把他处死 本地的人要用石头把他打死 我也要向那人变脸 把他从他的族人中剪除 因为他把自己的儿子献给摩洛 玷污了我的圣所 亵渎了我的圣名 如果有人把他的儿子献给摩洛 而本地的人也目不看 不把他处死 我就要向那人和他的家族变脸 把他和所有跟随他与摩洛行邪淫的人 都从他们的族人中剪除 如果有人转向交诡的 和行法术的 随从他们行淫 我必向那人变脸 他的族人中剪除 所以你们要使自己成为圣洁 你们要分别为圣 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律例 我是使你们分别为圣的耶和华 咒骂自己父母的 必要把他处死 他咒骂自己的父母 必须承担流血的罪责 如果有人与别人的妻子通奸 就是与灵社的妻子通奸 肩夫和淫妇都要处死 如果有人与父亲的妻子同睡 就是揭露了他父亲的下体 必要把他们二人处死 他们必须承担流血的罪责 如果有人与儿媳同睡 必要把他们二人处死 他们犯了乱伦的罪 必须承担流血的罪责 如果有人与男人同睡 像与女人同睡一样 他们二人行了可赠的事 必要把他们处死 他们必须承担流血的罪责 如果有人娶妻又娶岳母 就是行了丑恶的事 要把他们三人用火烧死 好使你们中间不再有丑恶的事 如果有人与走兽同睡 必要把他处死 也要杀死那走兽 女人若是亲近任何走兽 与他交合 你们要杀了那女人和走兽 必要把他们处死 他们必须承担流血的罪责 如果有人娶了自己的姐妹 无论是异母同父的 或是异父同母的 她见了她的下体 她也见了她的下体 这是可耻的事 他们二人必要从自己族人的眼前被剪除 她揭露了自己姐妹的下体 必须担当自己的罪孽 如果有人与患血漏病的妇人同睡 揭露了她的下体 就揭露了她的血缘 妇人也揭露了她自己的血缘 他们二人必要从自己的族人中被剪除 你不可揭露姨母或是姑母的下体 因为这是揭露了骨肉之亲的下体 这样做的人 要担当自己的罪孽 如果有人与淑伯的妻子同睡 就是揭露了淑伯的下体 这样做的人 要担当自己的罪 他们必无子女而死 如果有人娶了兄弟的妻子为妻 这是污秽的事 揭露了自己兄弟的下体 这样做的人 必无子女 所以 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一切律例和一切典章 免得我将要领你们进去居住的那地 把你们吐出来 我从你们面前逐出的各民族 你们不可随从他们的风俗 因为他们行了这一切事 所以我厌恶他们 但我对你们说过 你们要承受他们的土地 我要把这流奶与蜜之地赐给你们做产业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把你们从万民中分别出来 所以你们要把洁净的和不洁净的走兽 洁净的和不洁净的飞禽分别出来 你们不可因着那些 我为你们分别出来 不洁净的走兽 飞禽 或任何在地上爬行的动物 使自己成为可赠物的 你们要归我为圣 因为我耶和华是圣洁的 我把你们从万民中分别出来 使你们归我 无论男女 是娇鬼的 或是行法术的 必要把他们处死 要用石头打死他们 他们必须承担流血的罪责 无论男女 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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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